在少年刘智走向太子之路的过程中 司马迁在时期中记载了几个非常关键的理由 他们有国皇后和王美 但仅仅这两个人还不足以决定刘智的命运 史记外戚世家中 还有三个人物对刘智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他们是谁呢 司马迁是如何计数这一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期节目中 王立军先生讲到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 记载了影响少年刘智命运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伯皇后 一个是刘智的母亲王美 汉景帝前四年 在伯皇后无子的情况下 刘智帝立了立即生的长子刘荣为太子 同时立刘智为焦东王 这样看来皇太子已经名华有主 刘智的皇太子之梦也就此该结束了 那么刘智的命运还会发生改变吗 谁会对已经定型的格局进行调整 影响刘智命运的第三个女人是谁 河南大学王立军教授 作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军独史记 汉武帝职 历出风波 上一集我们讲到 影响少年刘智命运的两个女人 一个是伯皇后 一个是王智 这一集我们开始介绍其他几位女人 第三个影响少年刘智命运的人 是长公主刘嫖 长公主也被称为管桃公主 窦太主 她是后来窦太后的长女 这个人在刘智登上太子职位的过程之中 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掌公主刘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盼景帝的姐姐 这个位置应很高了 但是掌公主这个人有一个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贪欲 她的贪欲特别强 她自己做了掌公主 她还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同样富贵 在这一点上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过一样的 女后 说话 柏太后 长公主 都是一个样 这大概也是一种人的天性 就是自己这一代人富了 贵了 还想让自己的子孙万代 都要既富且贵 所以掌公主刘嫖 她本来不应当 倡护到这个事情中间来 结果的话 她为了让自己 她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很有名 她的女儿叫阿娇 是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在汉武帝的早年 和武帝的初年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她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富贵 她就怎么办呢 她就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太子 如果自己女儿嫁给太子的话 那么将来太子一即位当皇帝 她的女儿就自然而然的 升为皇后了 所以长公主刘嫖 卷入这个世界 她的出发点 是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太子 刘嫖当然首选的 并不是王志的儿子刘志 因为在景帝前四年 她封 刘志作为焦东王的同时 我们上一讲过 她同时封了长子刘荣 做皇太子 所以那么长公主 第一个要选的目标 就是太子刘荣 当然她找太子刘荣 想把自己的女儿 许给太子刘荣 这件事情碰壁了 被太子刘荣的母亲 拒绝了 拒绝得非常干脆 这个一拒绝 导致长公主 把目光转移到 其他皇子的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 王志又出面了 这个王志 这个时候已经 她的儿子被封位交成王了 王志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长公主向太子的母亲 求婚这件事情 被太子的母亲拒绝以后 长公主正在生气 要寻找一个新的 将来可能被立为太子的人 这个时候 这个王志就贴上去了 就靠近 有意地靠近她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在宫廷内部 形成了一种什么关系 长公主刘嫖 和王美人王志 两个人联手 这个局面 如果一旦形成的话 那么有可能得意的 将来是他们两家 他们的如意算盘 也是这样打的 如果王美人的儿子 刘志将来被立为太子 那么有可能 长公主让自己的女儿 由太子妃再生一步 长公主给王美人的联手 对少年刘志登上太子职位 影响可是太大了 因为长公主 她有一个很遍地的条件 她可以很轻易地 见到她的弟弟和景帝 所以她在她弟弟面前 就可以说刘志和王美人的好话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这个人物 对刘志登上太子职位 影响很大 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故事 叫金屋藏娇 这个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她是写刘志小的时候 长公主把刘志 因为她是刘志的姑姑 把这个小刘志抱在腿上 逗着她玩 然后就问刘志 说你要不要娶妻子 指着她身边她的百十个 侍奉她的宫女 一个一个地点着看 刘志要不要 刘志都不要 最后点到她自己的女儿 阿娇 然后来这个刘志 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说若得阿娇为妻 当造金屋除旨 就是如果要娶阿娇为妻子的话 我要造一个金房子让她住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金屋藏娇的故事 这个故事流传之广 已经到了人们都忘记 它是出自野史了 并不是出自正史的记载 我们看史记看汉书 都没有这个金屋藏娇的记载 这个记载出自什么呢 出自有一部书 我上一集讲到过的有一部书 叫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 现在署名的作者 是东汉的班故 班故写作了汉书 但是现在 人们把这个 汉武故事这一个野史 野说是班故写的 这个我们只能说是后人脱名于班故 班故 写没有写这本书 历史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不能相信野史的话 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 少年刘志是个很聪明的人 当几个女人为皇后的位置 为太子的位置 在绝诸的过程中间 受到影响的这个刘志 他并没有卷入这个事情 特别是他没有主动的卷入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刘志多大呢 是他被封为交东王 到立为太子 这个期间三年的时间 他七岁被立为皇太子 四岁被封为交东王 四岁到七岁这三年之间 发生的事情 刘志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但是少年刘志 应当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至于这个金屋藏交的话 是不是出自刘志之口 这个无考 就史书中间没有记载 但是野史给小少家中间记载了 我们这个故事又流传非常广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成语 金屋藏交 王立菊先生认为 对于长公主和王美人来说 一个是想让女儿富贵 另一个是想让儿子当太子 两人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这样一来 长公主和王美人就连起手来 而四岁的刘志 哪里知道其中的富贵 她的命运还会受到谁的左右呢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王立菊独始祭汉武帝之力处风波 从前面 王立菊先生的分析来看 立即得罪了长公主 确实对太子刘荣来说 是一件很不利的事 但是以长公主单方面的税情 汉经帝也绝不会因此 废掉太子 改离他人 这对刘志来说 仍然没有当太子的希望 而王立菊先生认为 司马迁在史记 《外戚世家》中 还透露了一个人 他对少年刘志来说 意义非常爱 那么这个人 他会是谁呢 他到底会怎样影响 少年刘志的命运呢 下面我们介绍 影响少年刘志的第四个女人 李吉 也就是景帝长子 黄太子刘荣的生生母亲 李吉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来看 她是奇地人 就是山东人 她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被封为太子 另两个被封为王 但是在她的儿子 在景帝前四年 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李吉 竟然意外地 没有被封为皇后 当然这个没有被封为皇后的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 这个封他儿子做太子 这一年是汉景帝前四年 这个时候的皇后是谁呢 还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那第一个女人 我皇后 我皇后虽然无子无宠 但是并没有被废 她仍然是皇后 但是太子 立的却是立即的长子 也就是汉景帝十四个儿子中间的长子 刘荣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国皇后没有被废 当然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汉景帝在即位的第四年 也就是景帝前四年 只立太子 不立皇后 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 等待 观察 另有所想 会不会有这些想法 没有记载 但是我想 汉景帝 这个时候只立太子 不立皇后 一定有他的考虑 因为他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之中 那么多儿子 到底立哪一个 他首先立的还是长子 但是不是敌 因为他的敌妻 这个时候是保皇后 但是这件事情 并没有引起立即足够的重视 因为立了立即的儿子为皇太子 没有立他为皇后 这里边存在着很多变数 第一 立即将来能不能立为皇后 这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变数 他能不能立为皇后 会不会一直让这个局面保持下去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太子 本来皇后跟太子应当是母子关系 现在就分为两块 这个局面要保持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不知道 另外 如果说 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 而自己长期不可能立为皇后的话 会不会反过来又影响到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呢 这也是个变数 这也是一个当时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三 博皇后是皇后 立即的儿子刘荣 是太子 这样一个 这个两下分离的状况 会不会给其他的飞兵 飞嫔们造成一种错觉 让他们感到有机可乘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总的来说 太子立了 而皇后没有立 这应当说对立即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根据王立群先生的分析 和实际外戚世家的记者 立即其实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但立即自己一点意识都没有 还在做这个地方 或许立即非常自信 因为他的儿子 毕竟是叛景地的长子 根据立即为长的原则 刘荣的太子之辈是当之无罪 所以当长公主向立即提亲时 立即大胆拒绝 毫不无欲 那么立即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立群先生 又是怎样评价立即的呢 在他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之后 他就遇到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长公主 待女儿阿娇 向他的儿子提亲 长公主刘嫖这样做的目的 我们在上一集讲过了 他是想让自己的女儿 将来做皇后 但是立即的反应 是非常果断 非常快 断然拒绝 立即的拒绝 理由 实书没有讲 我想这个理由 大概主要有两点 第一 妒忌 妒忌 立即是一个妒忌心很强的人 因为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事实 这个立即之所以妒忌这个长公主 是因为长公主 她不断地向她的弟弟汉景帝 推荐美女 推荐美女 长公主这样做 显然是为了讨好她的弟弟 她不断地向她弟弟推荐美女 这样的长公主在景帝面前 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扮演了一个婚戒所的婚戒人的角色 不断地去介绍 而且她的介绍又非常准 一介绍就成功 汉景帝对她姐姐介绍的这些女人 一个一个地加以宠幸 这个对立即的刺激很大 所以立即又觉得 她之所以受到冷遇 都是因为这个管桃公主在中间捣鬼 现在你竟然还想让你的女儿 来做我的儿媳妇 那没门 绝对不可能 对她断然拒绝 这是妒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幼稚 立即这个人啊 她并不坏 这个人妒忌心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有妇之妇 这个自己的丈夫 当然自己丈夫是个很特殊的男人 她是皇帝 不断地有人去给她介绍新宠 那么作为立即来说 她不满意 这很正常 但是立即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她太幼稚 她这个幼稚啊 就是她不知道 这个宫廷之中啊 是充满了各种变数 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而且立即这个时候 她的幼稚最突出的表现 我们可以替立即想一下 立即这个时候只盯着谁啊 立即其实因为她儿子已经立位太子了 她就差一步就可以当皇后了 而那个皇后呢 还是站着为子不生孩子的那个伯皇后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立即的眼睛只盯着谁啊 只盯着那个伯皇后 她只想着 什么时候怎么办法 让这个伯皇后 把这个味儿给腾出来 她就想到这么一点 她盯着伯皇后 她忘了 还有人在盯着她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汤郎普蝉 黄雀在后 立即是盯着那个伯皇后 她没有想到 她后面还有一双眼睛 在紧紧地盯着她 这个人是谁呢 王志 王志还得盯着她呢 所以这个立即在这个问题中间 表现得很幼稚 由于她的幼稚 她不了解这个宫廷斗争的复杂 她不了解皇后之争 太子之争 是生死之争 其实在她的前面 立即应当有所耳闻的吧 立即是汉井地时期的人 她起码知道齐夫人的故事吧 起码知道吕后的故事吧 她知道这个皇位之争 这个太子之争 皇后之争 是生死之争 她应当有这个经验 但是她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所以这个人是很幼稚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立即没有深入的思考 就断然拒绝了长公主 本想自己女儿富贵的长公主 没想到在立即面前碰了一笔子 王立军先生认为 立即的动静和幼稚 无疑把长公主推向了自己的对立 而长公主又绝非等先之为 她会善罢害羞 得罪的长公主 这会给立即带来什么目的 遭到拒绝的长公主 马上就做出来了反应 长公主做了两个方面的反应 第一 是在景帝的面前诋毁立即 她诋毁得很厉害 这个 据记载的话 长公主给汉景帝讲了一件事情 她说这个立即对她很不好 说立即和其他的妃皮们 在一块聚会的时候 长公主主要一去 立即总是让自己的侍者 就是自己的公女 指着长公主的背 辱骂她 诅咒她 结果导致 景帝妄止 史书记载是景帝妄止 这个妄就是怨恨 汉景帝为这个事情 被立即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很怨恨她 这个事情当时并没有发作 但是 长公主长期的 不断的在汉景帝面前 说立即的坏话 这个日积月累下去 她对立即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长公主的一个方面的反应 另一个方面的反应 是长公主主动的去教好王美人 这样立即就处在王美人和管桃公主 长公主她们这个加工的两家联手 来对付她的这个局面之下 所以立即是影响少年刘志的一个很关键的人 因为她的儿子是太子 如果说立即的地位动摇了 会直接影响到太子的地位 如果立即的地位动摇 太子的地位动摇 那么王美人和刘志就有可能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立即在这个时候 她确实有自己的过失 有她的取死之道 就是她犯了一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她这些错误 我给她归纳起来 大概有四点 第一 立即对帝王妃威的地位 缺乏足够的认识 你既然作为帝王的妃嫔 作为帝王的妃子 你就不要指望帝王能够忠于你 忠于爱情 这个当你嫁给皇帝那一天起 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你就要面对你的许许多多的情敌 你既要嫁给皇帝 又希望皇帝对你用情专一 海枯石烂 这怎么可能啊 这就是太幼稚了 这就是说立即对帝王妃威的位置 她缺乏足够的认识 她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上一集讲过的 那个伯太后很高明 你不就是一夜情吗 以后再不见面吗 她就都认了 一切都承认了 她不去和这个命运做任何抗争 结果她一连串的幸运 立即对这个问题 没有这样一个自觉的认识 她是觉得 我给你生了一个长子 你和那么多人好 你就再不理我了 她就抱怨 甚至把这个怨气 泄到这个长公主的身上 她对帝王妃威的这种位置 缺乏一个自觉的认识 这是她的第一个不足之处 取死之道 第二点 她严重地低估了长公主的能量 她太低估了长公主的能量 因为她觉得我 你要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 我拒绝了 你不能怎么样我 我的儿子是太子 她太低估长公主了 长公主之所以在汉底应兵前 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刚刚讲过 是她不断地向汉景帝介绍美人 所以景帝很信任她 景帝离不开这么一个婚戒人 所以你现在和她叫起劲来了 当然她在弟弟面前说你的坏话 这个立即对长公主的巨大的破坏性 太缺乏了解 太缺乏认识 在这一点上 她远不如那个王志 王志是利用了长公主 而立即是得罪了长公主 第三 就是她严重地高估了太子地位的稳定性 她觉得她的儿子立为太子了 这就是铁定的了 不可能再改变的了 太子的位置就永远不会变了 这也太幼稚了 第四 她对自己能够取得皇后之位 过于乐观 儿子已经立为太子了 自己当皇后不是早晚的事吗 未必 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只想到自己的儿子是太子 自己早晚就要当皇后 所以我谁都不怕 你长公主我照样顶 将来我的儿子当了皇帝 我就是皇太后 她整天做了这个梦 浅薄的立即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已经潜伏的威胁 她还完全无知 但是仅仅因为立即的幼稚和无知 就能改变少年刘志的命运 事情会这么简单 在中国历史上 历来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 都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刘志的太子之路 还会受到谁的影响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王立军独史记 汉武的地址 力出风波 从王立军先生 根据史记 外戚世家记载的史实分析来看 影响少年刘志命运的四个女人 已经纷纷登场 她们分别是 活皇后 王立 长公主 丽姬 但是从这四个女人的力量对比来看 还都没有对刘志命运产生关键性的原因 尽管她们都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汉景帝 太子刘荣的母亲 尽管很不得景帝的喜欢 但是景帝仍然没有费力太子的意思 那么刘志的命运还将受到谁的影响 影响少年刘志命运的第五位女人 窦太后 这个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窦太后 也是影响少年刘志命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我们先简单回数一下窦太后的身世 窦太后这个人原来地位很低 她最初入宫的时候 窦太后叫窦乙房 她最初入宫的时候 是做吕后身边的一个宫女 这个吕后都没有想到 她身边这个小丫头 将来就是汉朝的太后 她没有想到 作为她的一个宫女 但是后来吕后有一个决定 就是把她身边的宫女 赐给当时刘邦已经分封的几个刘姓王 而且规定一个刘姓王分给五个宫女 结果呢 这个窦乙房恰好也在被分封的这些宫女之中 窦乙房是什么地方人呢 是当时赵国人 到赵国清河人 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清河 所以她希望能把她分到赵地区 这样立家不近一点吗 她就给管这个分配的宫官打招呼 就是我们现在脱关系了 她先脱关系 给这个主事的宫官说 将来分的时候 你一定把我分到赵王那去 大概是没有送力 这个主管的这个事 这个人呢 印象不深 话随说到了 到分的时候他忘了 印象不深忘了 结果没有分到赵地 把他分到了戴国 走的时候 这个窦乙房啊 是哭哭啼啼 死活不愿意走 就阴差阳错地分到戴地 和他同时去了 还有四个女子 五个宫女全分去了 结果一去 这个窦乙房的医生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五个宫女分到那去了以后 代王刘恒就喜欢这个窦乙房 这是第一个幸运 第二 得到宠幸以后呢 这个窦乙房为代王刘恒 生了一个女儿 刘朴 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刘琪 就是后来的汉子弟 四子刘武 就是后来的梁孝王 生了一女二子 这是第二个幸运 得到宠幸了 分到赵帝是个什么命运 不知道 分到戴帝 他成了代王刘恒宠幸的宫女了 第三 就是在平定诸旅之后 这个代王刘恒 出乎意料地被大臣们推举为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门帝 这是第四个幸运 最后一个幸运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他斗以防 虽然受到刘恒的宠幸 但是刘恒前面有一个嫡妻 就是他有一个皇后 而且这一个皇后 还有四个儿子 有的史书记载是三个儿子 就是他还有几个儿子 非常奇怪的是 安门帝被立为皇帝以后 他的皇后和这个皇后 生的四个儿子 都相后病故 一个接一个的死 皇后死了 皇后的四个儿子 一个接一个的也死了 当然这个死和斗以防无关 不是他要谋这个位置 害人的 都是意外的死了 这样一来的话 斗以防的位置突出了 所以这个斗以防就被 汉门帝 把他封为了皇后 他成了汉门帝的皇后了 所以到了景帝朝 他就成了斗太后了 所以这个斗以防 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我们在中间讲过 宫廷中间的很多妃嫔 有一些像齐夫人 像丽吉 这是非常不幸的女人 也有一些非常幸运的女人 这个像这个 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 伯太后 这一集讲到的斗太后 都是非常幸运的妃嫔 她最后竟然做了太后 她做了太后以后 那么她对少年留置的命运 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这个斗太后 在皇子的继承权上 应当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人 她在皇子继位的问题上 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请看下集 除君之争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 汉景帝继位后 理立即的儿子刘荣为太子 但汉景帝 另一个宠爱的妃子王夫人 希望自己的儿子刘志 能代替刘荣成为太子 而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太子人选 那么围绕太子之位 在这几个女人之间 会进行怎样的争斗呢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死记 汉武帝之储君之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